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要教一個是濃湯 應該有很多人喜歡嘛 比如說我們平常做清湯 濃湯也可以稍微有點變化 可是很多的濃湯其實它是要炒一些麵糊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叫綠花椰菜山藥濃湯 這兩個組合有沒有很奇怪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很厲害的 葉明富葉老師 主持人好 老師好 一般其實濃湯大部分都是要炒麵糊嘛 不然就加一堆鮮奶 可是我今天看到你的食材沒有鮮奶 沒有 因為這個 也沒有麵粉 這一次的湯是做比較健康一點的湯 它養育的話我是用山藥去代替它的一個稠度 對 那不錯 也不會有麵糊 對 一般像我自己在外面 我有時候不太喜歡點濃湯 因為我就覺得它可能熱量太高 對 可是老師今天這一道綠花椰菜 哎呀 想到就覺得 全部都是纖維 然後呢 熱量很低 然後老師也沒有弄麵糊對不對 沒有沒有 那到底它要怎麼做才可以這樣把它做成濃湯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做這個 這道湯 一開始呢 我會先把鍋子的水 先加熱 對 你準備了熱水 熱水 那為什麼要加熱水呢 因為我的青花椰菜 我們把它 就是把它處理過之後 對 它其實 整個 整顆的梗 連梗都可以用 對 我連梗都一起把它用 而且老師你這個梗 你也沒有去什麼皮 一點點而已 對 稍微把它 稍微洗過之後 這個方法 你稍微把它削掉 對 因為其實 整個都可以用 像我在弄綠花椰菜的時候 我去那個皮要去很久 對啊 老師這個方法讚 好 那這樣子處理過之後 把它切成小小朵 然後再去做 燙燙 燙燙 然後冰鎮 對 冰鎮 所以也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膏 對 然後 再來就是生藥 一樣 山藥要削皮 然後切塊之後 一樣跟著花椰菜 可以去做 汆燙鍋 去一起做冰鎮 那我現在在熱水的同時呢 我就先把山藥先削一削 去切塊 而且老師你山藥只要一小節 一小節 其實它以這樣的量差不多 山藥差不多150公克左右的一個量 就可以讓它稠 好 那因為山藥 我們在削的時候 它會癢 對 會癢 所以通常 看人啦 我是不會啦 就直接戴手套 對 對啊 但是削完之後其實都會全身手嚼 真的啊 對 那你削芋頭你不是慘了嗎 因為芋頭也會 對 就盡量 所以山藥也會 山藥也會 我倒是不會 對 它其實有些人對這個東西 我果然適合煮菜的 這山藥的品種其實很多 有 有些是紫山藥 對 紫山藥 有些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視線上看到那種白山藥 可是我們今天這道菜 用紫山藥就不適合了 對 因為我主要是要讓它一個稠化 稠化用 不過其實我覺得現在在市場 我常常其實 因為比如說我們家裡面 可能只有兩個人 三個人 山藥那麼藏一支 對啊 但市場其實很好 阿姨都說 沒關係 你要買多少都可以 所以 要買多少 切多少 對 所以把它削掉就好了 而且山藥會滑 會 所以它用手套再拿 所以也比較好拿一點 也是沒錯 對 不過山藥其實它就是 很容易煮 然後它口感其實也蠻好的 它如果單吃這樣煮完之後 它其實有些人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沙拉 就直接削好之後 洗一洗就當沙拉再吃 生吃啊 對 那有些人是就燙過之後 對 燙過之後再吃 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山藥先把它削好 那削好它需不需要切啊 要 也是要切 對 要要要 那因為我要把它汆燙過 所以我會切比較小一點 對 你看老師在削山藥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鍋水已經好了 那它切是要切 其實 因為它最後面要打過 所以我都可以 所以你要切小丁更好 或是切塊狀都可以 都可以 對 不過山藥其實也很容易熟啦 有 對 沒有錯 那我們這個鍋子熱水好了之後 我們裡面需不需要加什麼 比如說鹽啊 油啊 不需要 都不用 就這樣直接汆燙就可以了 好 那 下好的山藥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 下鍋 然後去做汆燙 所以你看那個綿液狀都出來了 對 好 那這時間點呢 我們青花菜可以一起下去 這青花菜很大耶 很大一盆 對啊 所以因為我要青花菜的那個翠綠 所以青花菜在脆過程當中 如果可以把它弄越小就越好 就盡快把它汆燙完成 是 就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對 沒有錯 蓋起來囉 不用 不用蓋 不用蓋 對 不用蓋 不用蓋啊 所以你只是要稍微簡單燙過而已 對 沒有錯 然後老師你剛剛說要冰水 然後它汆燙過之後呢 就需要用到冰水去把它冰鎮 這樣大概要燙多久 差不多 大約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 就應該就差不多 那你不就是等於放下去 它其實又再滾起來 其實就好了 對 它滾起來就可以了 那很快耶 因為你煮越久啊 它會 顏色會變 是 對 它顏色會變 所以我都盡量去萃取它的一個 翠綠的一個青花菜顏色 而且這兩個其實像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山藥 那其實你生吃也可以 有些人會生吃 都當殺害羞 有啦 像很多日本料理 它不是把它弄成絲 像麵線 磨成那個山藥 山藥泥 山藥泥啊 對對對 這樣聽起來好像就對了 不然這樣食物看著老師在弄 那切塊感覺要生吃又有點奇怪 那磨成山藥泥又可以 對不對 好 一分鐘左右 好 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來 瞬間它冰鎮 瞬間冰鎮 所以是要它的脆度 對 我要它的顏色 要顏色 對 要顏色 因為你花椰菜啊 如果用炒的它會變色 是 對 所以老師很講究那個顏色 是 那所以它幾乎燙過之後 因為我們老師剛剛講說 它等一下還是要把它打成 就是泥狀的嘛 打碎嘛 對 好 然後冰鎮 好 這冰鎮大概 應該也是一下下而已 一下下 對 好 那我們在冰鎮的同時呢 就先逛著讓它休息 然後它的料 對 然後它的料就會有洋蔥 洋蔥 對 要炒 然後跟西芹 是 還有蒜末 很簡單 這三個東西 它其實這個很簡單 對 很簡單 就這三個東西 我們去炒過之後 然後再跟著青花菜 下去用果汁去去打過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個鍋 因為像現在 比如說有很多 體重要控制的啦 或者是比如說有一些糖尿病的 它可能就不能吃太多那種 就是很濃 或者是熱量很高的東西 對 對 所以老師這道菜 我覺得還真的是一個 很健康的一道濃湯 只是怎麼樣把它變成濃湯 我還是現在還是很好奇 因為一堆的花椰菜 它怎麼變濃湯呢 鍋子熱之後 那我們一樣 下一些些洋子 一些油 對 柑橘油 然後你要炒香的東西 其實也很少 很少 就洋蔥跟蒜頭 對 它就是這三個元素而已 所以我們要選擇 稍微鍋子有一點深的 對 因為等一下濃湯嘛 它還是要煮過 濃湯就是最後面我打完之後 因為我不會去把青花菜 拿去用炒 就是說它炒完之後 它的青花菜的顏色 它會變 老師很強調它的顏色 所以它等一下要看到的 應該是一個很健康的顏色 對 稍微汆燙還要冰鎮 對 好 那熱鍋之後呢 我們就先下洋蔥 洋蔥先下去 所以洋蔥也是切丁 那這個等一下也全部都要打過 對 全部都打過 對嘛 廢話 濃湯嘛 那它等於所有的東西全部 你幾乎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了啊 對啊 所以有什麼不吃的 所以有什麼不吃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 對 對 好 那炒完之後呢 一樣也是加一些蒜 像這樣子的洋蔥要炒到很軟嗎 不用 它也是稍微炒一下炒上色就可以了 炒上色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個切丁也還滿大塊 所以像這種喔 它等一下因為要去 就是再打過把它打成 就是泥狀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花很多功夫切 不用 它其實在這個 這一鍋的一個功夫上面 其實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這個其實做法簡單啊 在家裡面其實可以很快速 有這些元素都可以很快速 做成一道湯 這個湯品其實也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 就是 做法 因為像我們在家裡 真的是你每天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都煮什麼湯 就是已經想不出來了 就紫菜蛋花湯 沒辦法就紫菜蛋花湯 所以如果三不五十有個濃湯 其實比較 常常在煮一些比較耳熟能響的一些湯 對啊 你可不可以舉例給我們聽一下 番茄 蛋花湯 我每次都常常在做 其實像我們做西餐的 有時候就會 在家裡面我自己就會煮一些 比較西式的湯 像蘑菇湯 番茄 濃湯 又是濃湯 你看 洋蔥清湯 洋蔥清湯 好 那洋蔥已經上色之後 蒜末就可以直接下去了 蒜末下去炒 對 讓它炒香 所以你看老師講著講著 真的洋蔥一下子也就上色了 一下子真的蠻快的 很香 好香 所以你平常在家也會煮 會 真的啊 有一些老師說不煮 因為我已經在工作一直在煮 為什麼我在家還要煮 會啊 而且家裡的廚房是老婆的地盤 這個現在是我的地盤 好 那這時候就把西芹 加下去讓它炒一下 好香喔 那個洋蔥跟蒜頭的味道好香 對 所以雖然是感覺是一個西式的料理 可是它跟那個爆香還是很重要 有有還是 它一樣也是要依順序去做這些爆香的動作 對 可是老師這個時候西芹它的功效是什麼 你說這邊 就為什麼你要加西芹 因為西芹在青花菜上面 它其實有多了一個提味 那那個提味 那山藥的部分它是多了一個濃稠度 對 代替了變的類 對 我就想說 有時候老師你們在組合一個 一道菜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也很重要 它每一個一定有它重要的 比如說像洋蔥蒜頭就是爆香 對 可是你西芹就是要去提那個 就是花椰菜的一個香氣 對 因為通常西餐的這些湯類 或是壽司類 通常會用到洋蔥 對 蒜末 然後紅蘿蔔西芹 這是最 基本的 最基本的主要元素 對 好 這樣炒完之後 對 好香 那我們就可以先關火之後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把 這個花椰菜也好了嘛 對 那我就會取這個 所以已經 吃雞 幾乎完成了 對 對 好 那我們就先把 這些料 所以我們用果汁劑要用玻璃的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對 不一定 有一些它其實只要耐熱就可以 對 耐熱 主要是要耐熱 不過我們這道菜其實它沒有很燙 因為我們的主要的一些花椰菜山藥 對 它也都會把做冰鎮 對 它也都會把做冰鎮 好香喔 所以其實 這道料理其實還蠻簡單的 蠻簡單的 對 這樣好了之後呢 所以我們這個鍋子也不用洗 對 因為你等一下又要倒了 對 它會再倒回去 那如果這樣 我會再把它稍微 很香 撈乾淨一點 好 那這時候呢 剛才所冰鎮過的這個山藥 跟青花菜 對 那我就會把它 要這個嗎 稍微 沒關係 不用 老師要把它水濾掉 稍微濾掉之後 帶一點水分沒關係 帶水沒關係 對 好 就把它加下去 哇 所以那個顏色是真的是更脆 很翠綠很漂亮 然後所以山藥會有它的那個黏著 對 就會變得更濃湯 這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 紫菜蛋花 番茄蛋花湯 還有 還有什麼湯 老師你講的都太難了 對 你講的都太難了 都要花功夫了 那都比較重視的湯 對 我們都是直接把它丟下去 就是幾分鐘可以完成的那種 對 那我想這一道湯應該是最簡單的 真的嗎 就是老師裡面最簡單的 對我們來講 中度 目前看起來 好 那把所有東西都加進去之後 是 然後再量這個 加一個熱水 加熱水 那如果說家裡面可以 比較 比較費工一點 你可以熬一些蔬菜高湯 喔 蔬菜高湯 對 熬一些蔬菜高湯 好 然後再把它加進去 喔 那其實這樣就已經是幾乎完成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煮一下就可以了 對 再回去 然後去做加熱動作 對 我因為鍋子就是果汁機的大小 對 所以我水分我就先沒有加到完全 好 等一下先打打看再做了 對 沒有錯 好 好 果汁機家裡都有對不對 有 通常 或者是你有那一些均質機其實也都可以 對 記得 因為它 有熱所以有時候蓋子要蓋好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先沒有把水全部加下去 所以主要是因為說容器它可能不要不要 太滿它會整個溢出來 對 所以我先加一些 對 那一開始因為它是熱的 所以我一開始會用小的 小的慢慢去打 那先打過之後 最後再用高速去打它 這樣子對我們 因為它本身有熱嘛 對我們這樣子 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如果說太熱水又太多 對 突然用高速去打 它馬上會漸出來 爆起來 會比較危險 像有時候我們用一些 比如說保溫罐或是什麼的 裡面太熱它其實熱脹嘛 所以等於是我們那個整個都鎖死了 好 然後再來就 哇 這顏色真的很漂亮耶 就是綠跟白 對 讓它整個打過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它山藥 它還透過這樣子打過之後 它變成 綢化 它自己就已經浮化了 對 它就會變成綢化爽 所以其實對啦 老師剛剛講的 這個算是簡單的湯 對 它是最簡單的 因為剛剛也不過就是汆燙 然後炒個那個爆香 果汁雞打一打誰不會啊 真的喔 還有啊 像為什麼我剛才就是青花菜 它沒有去炒 對 因為炒過之後它就是熱 對 然後再加上果汁雞 再打過它也會瞬間加熱 其實到時候它出來的湯 它會變成比較黯沉色 所以這是我在強調的它的顏色性 對 所以老師現在這個顏色真的是 感覺就是翠綠齁 很漂亮 好 那因為剛才的水 還沒有完全加好之後 現在再加 那我就會再加 真的是看起來很濃耶 然後也不用加奶油 因為感覺濃湯就是一定要加那些東西 哇 太好了 這道湯真的不錯 哇 滿滿的一壺 這樣加起來你看600 再加這一些 可能它都1000喔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那其實如果說 等一下再回鍋煮的時候 如果說覺得說它太過濃稠的話 對 可以再加 再加水下去 當它的一個稠度狀 是你喜歡的這樣一個稠度 而且這不用技術耶 你那個炒麵糊還要技術 這不用技術耶 最快了 所以 對啦好啦 承認了 這個叫簡單的 簡單又健康 對 太好了 這個 花椰菜 花椰菜 山藥龍 所以如果用白花椰就沒有這個效果了 對 因為像說它都是花椰菜的人 對 可是白花椰菜打出來的顏色就沒有像這樣子的一個 不好看 對 這看起來比較可口一點 好 好 老師說好就是意思是 OK了 快完成 OK 真的是感覺很濃耶 有一點像那個 那個就是抹茶 牛奶那種感覺 對 老師還要把多餘的油 好 跟裡面的一些碎碎的東西把它拿掉 然後我們再把它倒進去 再讓它加熱 所以先不開火 對 哇 好多啊 而且真的很像那個抹茶 抹茶牛奶的感覺 看起來就很可口 然後再把它加熱 加熱是只要加熱到它滾就可以了 對 讓它滾 然後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剛才都沒有調味 對 然後這時間點去做調味 對 已經興奮到已經忘記 你都不會忘記耶 我想說打成這樣 已經看起來非常好喝的樣子 真的很濃 真的很濃 這邊這樣抽 對啊 居然可以這樣耶 哇 那個山藥真的很厲害 不過它有一點點像類似 蔬菜汁那種感覺 對 因為主要是在打 用果汁機打的同時 其實果汁機啊 可能要選擇一些比較高功率一點 那高功率的情況下 其實打過的一個 一個湯 對 那它就會比較綿密一點 對 那這就跟果汁機 或是均質機有關 對 這會有一些關係 對 所以難怪老師剛剛用高速 在讓它打的時候 也是打了一點時間 對 如果沒有打好應該就會感覺有點 有顆粒 它就會有顆粒狀 對 一下就滾了耶 好 那在滾的同時呢 我們就要調味了 就調味 老師的調味都很簡單 你看現在就加鹽而已 那還要加什麼 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放一些 上面放一些堅果 喔 就加鹽而已啊 對 什麼都不用 不用 簡單 簡單 非常簡單 所以就煮滾就好了 對 這樣真的很像一杯抹茶拿鐵 抹茶拿鐵 對 然後上面還拉了花 因為有一點點泡泡 好漂亮的一個湯啊 好 而且是非常簡單 感覺不用計數耶 對 這道菜下次我自己也會做 對 好 它滾完之後呢 把它滾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所以它等於是 對 那老師你的滾是要全部都滾嗎 對 因為我看中間都已經爆泡了 對 好 關火 好 關火 來我把它拿來這邊 老師會不會比較好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小心 好香喔 哇 這跟那個翡翠的顏色很像 翡翠羹嗎 不是 中式的那種 對啊 對不對 對 有一點得同 好漂亮的顏色 然後你那個盤子旁邊又是金的 這個一放上去之後 感覺就很高級了 所以家裡面如果有那個生的大盤子 你就拿起來跟老師一樣這樣擺 這道菜上菜就迷人的不得了 好 那最後面呢 還要加一些堅果 因為這個堅果類啊 都可以 什麼樣的堅果都可以 這個我們家也有 對 每一個人家裡面一定都會有類似這些堅果 所以老師選的是綜合堅果 然後還有一些那種就是果乾的 果乾類 對 哇 這樣看起來就更豐富了耶 好 非常健康 而且很簡單的一道濃湯 真的是超乎你的想像 綠花椰菜 山藥濃湯 上菜囉 這個樣子看起來其實我覺得它非常討喜耶 而且這個綠色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 然後你看 這個一咬出來就整個濃濃的 因為它的濃稠度就是用山藥去代替洋芋 然後去做變成了一個 最主要是喔 這樣喝下去 因為老師剛剛其實只有撒一點點鹽 就是很淡 然後就是還有一點點那個蔬菜的甜味 對 對 那再來就是這一些湯 它一入口之後 不會像一般的濃湯 它可能有會加了 比如說奶油啊 鮮奶啊 或者是麵糊 會很重 它不是耶 它是那種很清爽 對 很清爽 因為像我剛剛比如說舉例最簡單 我們就只能煮紫菜蛋花湯 對 這個感覺其實跟那種紫菜蛋花湯 一樣它就是很清爽 不會有負擔 然後你吃了之後嘴巴不會 有很濃郁的那個奶油的油味 不會 對 哇 這超讚的 所以觀眾朋友 真的是喜訊 對 太厲害了這道菜 就是像我們這種喜歡控制體重 又很好吃的 這種就是這個湯 裡面有好多的纖維 然後就幾乎全部都是蔬菜 它唯一有的一點點澱粉就是山藥 對 對 然後還有很健康的堅果 所以老師一開始就說 我要做一道很健康的濃湯 觀眾朋友 健康濃湯 所以我們這個名字應該要改掉 叫綠花椰菜山藥健康濃湯 對 真的太健康了 還滿老舍的 對 可是就是要讓觀眾朋友 就是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 吃法跟做法 而且它確實很健康嘛 對不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健康這兩個字應該要把它加上去 非常謝謝葉明之葉老師 謝謝 帶給我們這一道綠花椰菜山藥濃湯 謝謝 謝謝 舒適夠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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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